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一起来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访问一个 可能对许多人而言 这个工作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身份跟角色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访问过八尺门辩护人的导演福瑞 我想很多的朋友看过这部很好看的戏 里面其实有一个角色我觉得还蛮关键的叫做司法通议 那你在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认真在翻译 还是他其实有很多的目的 在这种为了这些所谓的传组传东 然后来去传达某些的讯息 那这个其实让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角色 那前一阵子也出了一本说 叫做我当司法通议的日子 那这本书的作者罗一文罗老师也在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罗老师你好 嗨管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谢谢罗老师 那今天我们可能大家看到 现在看到如果你是看我们的这个YouTube的话 大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静止的画面 所以我们听声音其实也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访谈 好那我讲罗老师其实的正直我不知道算不算正直是不是司法通议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学文学的 然后目前也在这个清大的这个中文系在教书 而且你还出了几本有一些相关的书 例如说前一阵子也出了一本书叫做越南现代小说选 那也得到了这个台湾很重要的文学奖 那我其实有点好奇 就是您是学文学的 然后也在大学任教 为什么会去当司法通议的这样一种角色呢 这样一种工作呢 对我是中文系毕业 然后毕业后我一直当一个斜杠主 所以其实我的工作很多元 那其中有一个工作是当司法通议 是因为我的我小时候是在越南出生嘛 那国中的时候才跟全家移民来台湾 所以其实我会讲越南语 那到了差不多 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 就开始台湾社会需要翻译 我就有稍微去帮忙 就是义务的帮忙朋友翻译 就自然而然吧 就接触这个这一块 但真正当司法通议是几年前 因为我为了要拍纪录片 所以我去做田野调查 然后我就拿到司法通议的证书 然后就成立去当同意这样 但纪录片没有拍成啦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 就是为了要拍片 然后去做这个工作 那当时为什么拍片 想要去当司法通议啊 那时候我跟纪录片的 游慧正老师工作 他是觉得 我应该要找一个题材来拍片 一直那个没有创作也没办法 那他说你不是移民 就是你有一个身份是移民的身份嘛 那你去找移民圈 有什么样的题材可以拍 那当时候我们有想过 那以前至少在影视上 对移民台湾的东南亚的配偶的形象 不是很好嘛 就是觉得他们是比较弱啊 或者是比较需要帮助 那我是说很久以前 那是比较弱的电视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 那后来我们就想 我就觉得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认识到的一些结婚的姐姐妹妹 我觉得他们还蛮健康活泼的 而且工作非常的多样化 其中有一个妹妹跟我说 她当翻译 她有在经纪公司当翻译 但她说偶尔她也有去警察局当翻译 那么她说去警察局当翻译很难 那非常的挑战 所以我才去查 是不是有一个词汇叫司法通议 那么我想知道到底在东南亚的外配圈里面 有多少人去做司法通议这个行业 所以我常去查 所以辗转就打听到 在台东 就是东部 有台湾司法通议协会 有一位陈允平老师 他在推这件事情 推司法通议的课程 所以我才联络到他 他才叫我去 那时候他第一次跨到台中去开课 他叫我去听 也就是说 其实那时候正式的课程 就是我旁听的那一次 以前那个司法通议都不太会 没有上课 也没有严谨的训练 基本上就是好像你会讲话 然后你刚好在警察局附近 然后警察局就把某一个 正在警察局旁边开小吃店的老板娘 就叫他来 这么的随意 因为没办法找不到人 OK 对 然后才 我才到那个班上去看 就发现 哇 其实蛮多的 各个国际都有 其实台湾的 议者也有来上课 可见大家意识到 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然后那个班 有三十个人 蛮多的 我就听 对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有一群结婚过来的姐妹 在认真上课 然后希望可以成为司法通议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接触当中 也让你对这个工作的本身 有了比较多的认识 当然也刚刚就像您提到的是 在台湾事实上在过去 现在当然稍微好一点 对这些移民的媒体的呈现 大部分不是可怜 要不然就是可恶 大概就是这两种类型的比例 是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事实上我大概20年前 就跟南洋台湾姐妹会 跟小娟老师 我们其实上就在 有个社团在开一些课程 然后就看到姐妹们在里面 是一个主角 然后他们也担任老师的工作 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很多很多的姐妹 我想说哇天哪 这怎么跟电视上面 包子上面的落差这么大 很多人很活泼 很多人很努力的工作 很多人 当然有他的这种不开心 或是痛苦的这个地方 我想他是一个多元的 就像你的书里面 其实看到的这些 即使他可能是所谓非法移民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们的类型也是非常非常多元 但是我想要再持续的问一下 跟司法通议有关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早期可能是因为看到隔壁的有一个小吃摊 那他刚好也会使用这种双语的状况 就请他来这样的一个担任这个角色 那现在呢 现在如果要担任司法通议有什么样的资格 或者是必须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的过程吗 好 现在的话 要当司法通议就比较难 首先你要会双语 然后你要上课 那么课有民间单位 如台湾司法通议协会 或者是还有一些办官方的单位 比如说外籍配偶办公室 那很多的是 另外一些是由法院 就是各地的地方法院 以及各地的警察局 都会定期开训练班 那你要报名 然后你要上完特定时数的课程 然后通过考试之后 你才会被列入所谓司法通议的备用名单 那他们有案件的时候 他们才会打电话 找到人 对 所以其实上课的内容 尤其是地院的课程 蛮扎实的 那司法通议协会的课程也是 那会有分级 比如说你是初阶的 然后有中阶或高阶这样 对 我觉得这看起来是一个蛮好的 就是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它似乎是越来越严谨了 因为这的确是涉及到很多 厉害关系人的一些权益 这本来就应该比较严谨 但是看到您听到的这个 好像开设的课程的类型层次 或者是单位很多 那好像也反映出这样的一个需求 似乎是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吗 其实需求一直蛮大的 因为预估的话 就有很多的案件 至少要 但我不知道那个数字算的 对不对 但是至少要有 就每年 假设每个案件 然后每一场笔录都要忍的话 你要满足的话 你大概要有 一千多两千名 待用的同意在那里 所以有一段时间 政府是很重视 这个会要求 各个执法单位 自己办课程 那其实各个执法单位 也非常希望 自己有自己的备用名单 因为案件 你在现场查到人 你需要24小时之内 移送那个法院嘛 所以你是有侦查的时效的 那所以每个地方的警察机关 或移民单位 或者是任何的机构 他需要有一个 可以立刻马上找到同意的 名单是 马上打电话你来 那如果你是跨县市的话 你很难马上飞奔通勤到现场 那所以他们当然是希望 那个名单上 越多人越好 那除非那是一个很重要 很严重的案件 已经被送到了地监署或法院 那时候法院他安排开庭的时间 他还会有时间说 我慢慢找到合适的通议 我还发那个公文到通议家里 然后通议会自己排时间 然后可以到花莲 可以到台南 或可以到基隆 那个状况是比较充容的 可是如果是比较底 就是基层的查查的话 真的就是要你最好半小时内出钱 所以我今天我打 A同意他没接电话 马上有B同意可以接电话 当然好啊 所以其实确实是基层是非常需要人的 而且各种与众越多越好 这也反映出所谓的跨国之间的这种争议的事情 其实好像也越来越多 或者说或者是坏一个 可是我们越来越重视 应该要让他更系统化的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争议性的一些问题 那当您去当了司法通议 所以一般的通议大概都是翻译 但是司法通议当然要处理的是跟司法有关的这些案件 跟这些事件 您自己在担任这个司法通议的这样的一个期间 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样的案件而有这些争议 也就是为什么会违反什么样的法 或者是有些人看起来在你的书里面提到的 它是一再的违法 那在违法的过程当中 这些个案里头 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例子呢 其实目前牵涉到外界移工的案件 大部分是两种 一种是你在几层的警察机关 或者是移民署通勤队查查到了 大部分都是违反就业服务法 就是他们打黑工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违反就业服务法 通常就会跟着违反入宿禁忌移民法 那少部分会涉及卫照文书 因为以前他们要会做假证件 去骗雇主调到工作嘛 但现在其实雇主都不太看证件了 所以比较不太需要有假证件这件事情 那可是如果案件是进到地检署 或者是法院的那个审理的阶段 通常是比较大 比如说你会吸毒或贩毒 因为移民公圈也有些人会比吸毒 那或者是 当然有时候会有扫黄的计划 然后再来是盗财 那当然也有那种他们之间 比如说在放松的时候喝酒聊天 然后一言不合打架 然后就会有伤害或重伤害 甚至过失杀人等等 有那样的类型 那还有另外一些是 还迅速抓到的所谓的偷渡案件 也是只有传上案的 有没有其中有一些让你特殊经历 也就是说一再的出现 或者是你会想说 怎么会连这个东西也会被抓 或者是说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其实很复杂的案件 我参加的不多 虽然我没有政治 有时候我是就是还没开庭前 就是帮忙翻译证据 就是你在执法单位帮忙翻译 他们收到的那些证据 我比较常看到的是打黑工 然后被扫荡 那还有少部分是其他非 就是民间基金会他们去 补导那种未成年的案件 那未成年的案件我就不方便说 可是基本上以我作为一个台湾的纳税人 或者是一个通议 我发现打黑工件事情充满了矛盾 一定是有人检举 或者是政府有一个KPI要你去执行 所以移民署的单位或配合警察 然后就开始去扫那种 什么冷冻鸡肉工厂 就是屠宰场 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工厂 那或者是小吃店 什么豆浆店 然后就是把人带回来 那当然最多的是工地 但你会觉得很矛盾是 因为我们现在人就是连鸡蛋长 长成十块钱一颗 我们都会很很很 就是会说怎么可以这么贵 或者是一个便当涨到120块 你会觉得鸡腿便当就觉得好贵 可是你知道 那在那个鸡肉工厂里面工作 基本上就是逃役外劳 他们工作几乎是八到十个小时 然后月薪平均才三万多 那也就是他们很低薪 然后在工厂里面帮你肢解各种鸡肉 然后肢解成合适的部位 比如说鸡腿或者鸡排 我要送到就是小吃店 或者是我要送到麦当劳 我要送到哪里哪里 或者说送到超市 他是有大量的人力在做这件事情 那你没有压低他们的工资 你何来你会抱 可是我们消费者会抱怨 鸡腿便当很贵 那其实专情队也非常的无可奈何 他们觉得他们也知道 然后就扫来 然后那些人你知道 我觉得在基层的翻译 会跟法院的翻译不一样 法院的翻译的话 我同意就把官问什么 我就翻什么 那对方回答什么 我不太有 因为有罚警在旁边 所以当事人也不敢跟我 就是抱怨或什么样 可是在基层那个通议的位置 是跟当事人很近的 然后几乎那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场所 所以会有很多 甚至连那个做笔录的人 偶尔也会再跟翻译聊几句 那在那个场合里面 他们那些被抓到的非法移工 就会用各种方法跟我讲话 比如说我们只是切鸡肉 那个我们现在被抓来了 那我的手机 钱包外套 都放在工厂宿舍里 那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回去拿钱包手机外套 那可是按照台湾的法令是不行 顶多就叫你的老板 帮你们送来 送过来 老板要送来不送来 其实不知道 然后要不然就是 哇要罚五万块 我没有钱 那姐姐你可不可以借我五万块 我没有五万块可以借 他们就会跟你讲 然后就把他们说 我现在好痛哦 那个可不可以请他们带我去医院 或什么之类的 非常非常多的 那各种疑难杂症 一直在跟你讲悄悄好 这场合拿着我们管转款 这一部分就是说 刚谈到那个矛盾是 我们好像有一样的一个需求 但是其实又不让他们好好的在这里工作 因为我们的法令 让他们没有办法自由转换雇主 或者是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们可能就变成所谓的黑工 但是变成黑工之后 他其实也是在降低我们的整个生产成本 那所以这好像是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必须要有的一个状态 应该好的正式 但是某种程度像是一个巨见法 把这些人砍掉 那就基本上来讲 就不存在的这些问题 但是问题是没有解决 因为我常讲说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要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制造问题的人被解决之后 问题一样是没有被解决 所以它变成是一种无限的循环 无限的您提到的矛盾 另外您在这一段里面 我也特别看到了一件事 就是一个司法通议的角色 就是他不是在法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宇二的距离是在 不是我们看到那个八尺门是在法院 对不对 你刚刚讲是在基层 可能是在派出所 可能也许就是在 这个某些的这个非正式的场合当中 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里面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互动跟关系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翻译好像应该是一个比较中立的 特别是跟司法有关的这个翻译 那这个你有办法真正的中立吗 然后遇到一些 可能遇到一些这个 不管是警方的一些比较不当的对待 或者是一些 这个所谓的嫌犯的无理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或者是你刚刚谈到的这种说要请你帮忙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啊 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帮他翻 然后你到底要不要去同情他 或者是你要不要一起生气 这个这之后的心理的状态又是什么呢 我不太会生气 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就有说 通议本来就不可以跟当事人聊 案情以外的事情 甚至你也可以跟两边聊 所以我觉得可以上法院当翻译是最 最比较没有负担 因为法院真的就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 那就是法官一句话出来 你就翻一句 你完全不太需要 你可能只是要很专心的 说要把法官的话 或当事人的话翻译得很精准 你有那样的压力 那其他那个 他们当事人也不敢讲话 所以所有的比较会触动 会影响通议的中立界限的 是在基层的现场 那 虽然上课的时候 他老师会要求说 你进来做通议的时候 你要先跟当事人宣布说 我只是通议 那我不是你的朋友 那我不能跟你聊案件以外的事情 要先宣告 但其实你不太会有时间去宣告 因为做笔录什么时间都很紧急 那我直接来了 老师来了 那我们来做笔录了 赶快去做笔录 那他们会跟你聊 所以我的策略是 如果他在讲一些 比如说他要跟我借钱 买几条或买 买奖罚款 那个我就没听见 要不然我就是摇头 可是如果他在倾诉一些 我觉得我通常都会翻译 比如说他说怎么办 那个可不可以打电话给家人 那个说我被抓了 或怎么办 我的皮夹还放在工厂的宿舍 怎么办 这个我会 他是在问我 他是在跟我商量 他没有要跟做笔录的人说 但我会翻译 我会说 但我不是用政治文件 我就说 我就问那个做笔录的官员 那个人员 我就说那个 他说他的皮夹在 放在工厂 要怎么处理 然后他们就说 好啦等一下我会帮他 我们一定会叫他老板过来 缴发款嘛 叫他老板帮忙送来 但我不敢保证哦 因为他说 如果或者是他说 他想要打电话给家人 可不可以给他打电话 那通常 那个是 我会说 你的个人需求 我会在做笔录结束后 帮你传达 这是我后来 OK 就是多次以后 我发展出的一个 应对的方法 不然他们一直在中断笔录 或者是非常惊吓 早期的员工 早期的劳工被抓到比较容易惊吓 尤其是疫情期间 跟疫情初期 那 那时候 不安感会特别的强 就很 很恐慌 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台湾 开始大力的扫荡 然后有很多新进的人员 也非常认真 可是后来这几年 台湾也慢慢摸索出一套程序 就是说 其实在怎么样 在怎么样最 最最最 最严重的就是驱逐出境 那驱逐出境的话 对双方都是方便的 所以那些外界老公也说 我跟台湾没缘了 那大家就回去吧 就是他们的一把 把抓到这件事情 是跟台湾的缘分已经结束了 所以他们也看得开 他们也没那么恐慌 然后也就说 我本来就要收拾包裹 要回去 我本来要去自首可以回去 只是我舍不得 我就想说能多赚一点 也可以买一个张机票 所以那现在抓到 然后就缘分就结束了 他们也好像有一点点看开了 所以两边就没有那么剑拔弩张 然后就按照成流程就结束 然后把人送走这样 看到的状况是这样 那你在现场会不会有一些 同情的那种想法 或者是特别是说叫你姐姐 那五万块就太多了啦 那姐姐帮我一个忙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有一种那种来自于这种 你也是从越南到台湾 有说同乡的呼唤 这种心里会有一些纠葛在吗 早期有哦 在尤其是疫情突起的时候 那个氛围是非常紧绷的 对 然后偏偏又有很多扫荡 比如说特种那个行业的女生 会被扫荡 然后呢 做笔录啊 会问得很细 就是你知道你对着一个 很年轻漂亮的女生 你问很多很细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困惑 我不太知道 这些问题对案件侦查 有没有帮助 比如说会问说你每天工作几点到几点 这个我们还可以接受 对不对 人会问到 那你是你是做全套还是半套 人会敢复问 因为可能工作人员很疲惫 因为他们跟肩24小时36小时 所以他们有时候做笔录 有已经有问过 他们还会重复的问 要问到那种那你就是为什么会做 然后做什么做什么 问很细节很细节 我都翻译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女生也受不了 女生说为什么意思问这个 刚刚不是已经问过 他就会哭 那你也会觉得很难过说 你为什么对年轻漂亮妹妹问这种 会让让人很难堪的事情 或者你说那你卖多少钱 那女生说我不是卖 他们会 他们就会很本能 我就说 我没有在卖 就是就会 我只是按摩 那你会 你会很 就像我那时候会非常难受 然后女生也很难受 然后你知道做笔录的可能是一个男生 或者是他就说 好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嘛 然后就这样 可是还是会重复问 可是因为可能笔录的例行 就是要求的 那个致事的问句 就是要问到 但太详细了 我有问过一些执法人员 我说这个 问这种细节 对于判刑 或是对于侦查 有没有帮助 但如果没有帮助 是不是 为什么要问 其实他们也 也不致可否 就是说 因为例行问题是这样 那这种事情就会影响到我 对 因为女生会哭嘛 对 或女生会受不了 就是会觉得自己的面子 真的就是太隐私了 这个问题本身 当然有可能是刚刚谈到 他太累 但是也可能是他必须要问 而这必须要问 或许是某些对这些 所谓的非法的移工 或是无证的移工 或者是特别是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这些 不管是这个人口范围或是偷渡者 其实有存在的某种的假设 那这个假设其实也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互动跟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请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说 那你在想看到这两群人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互动 皮子存在的一种什么样的假设 因为你刚刚谈到那个状况 是让人家觉得有点尴尬 然后有点不堪 可是他可能会觉得 我是在做例行的公司 或者是说 会不会有些人看到警察 他就会开始有某种的本能的反应 就是我会 我可能会恐慌啊 或者是我没有办法 好好的把事情讲清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讨论 欢迎再次回到餐热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响 餐热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一些专访 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 背后知道我们有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深度的报道 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访问的是 我当司法通义的日子 这本书的作者 同时也是清大中文系的教授 罗一文 罗老师 罗老师你好 管老师好 我只是在清大教书而已 在清大教书的老师 但是也是我们同行 不管是什么 都是我们的同行 但是你能够同行之外 你可以做的工作 也比我们厉害太多了 这个是我其实在过去 很少很少去想象到 或是了解到的工作 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罗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 他在当任司法通义 特别是基层的所谓的通义翻译角色 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我当然要持续的在延续上一段的 这样的一个访问 就是他们在现场 其实上你是一个中介者 虽然中介有时候还是会有点生气 有点难过 但是总是要保持 中介跟中立的角色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 一部分是执法人员 有一部分是被抓的被抓捕的这些 可能是违法的 或者是被人口贩运来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这两种角色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面 事实上存在了一些权利的关系 然后他某种程度上 也好像是一个对立的 这一种两边两兆 他们彼此之间怎么去看待对方 怎么去想象对方 好 我在现场的话 基本上基层人员通常很年轻 就是执法人员通常很年轻 那你想年轻人 为什么会做这个工作 会考公务员 那应该也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当然除了有兴趣 那有兴趣的话 可能他们会想要考刑事警察 那所以就进到这个公务员体系 他们仍然还是一个 就是善良台湾的 台湾社会培养出来的善良好孩子 然后他们跟扫荡来的 特种行业的女生 基本上就年纪差不多 因为都是很年轻的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因为有时候就是 你要做笔录 你就只能问一些很自视的问题 然后女生有时候爱回答 有时候不爱回答 但总之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被吸毒 就是被所谓的特种行业的业者 用毒品控制行动 或者是不给你外出 会监控你的行动自由 那女生其实是 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女生很不太会回答这个问题 说没有 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祝福夜出嘛 就是晚上工作 白天睡觉 那你会觉得很有趣的是 问很细节 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你问那种很 女生很隐私 然后觉得很尴尬的问题 他们会哭 可是如果问到收入的时候 比如说 你每一次 就是比如说两千元 那你怎么差一分 那你这样子 一天赚多少 然后一个月这样赚多少 然后就算一算 有些女生一个月 可以三四十万 甚至上百万 那个执法人 年轻人就整个就哗然 说怎么可能 我也很哗然 就说你怎么可以赚那么多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非常有趣 这是人跟人之间的那种 所以我完全觉得 哎呀 你怎么可以赚那么多 那其实 那可是女生们就是说 因为我父母需要生病啊 需要钱啊 我要寄回去啊 但其实那种行业的女孩子 也 其实赚得多 但不知道为什么也花得非常凶 那所以就是两边就 就是你会发现有一边就很羡慕 那块一边的收 那个位置突然间翻过来的 对 对 然后其实我当同意我也很羡慕 我说怎么会一个月三十几万 三四十万 那一年不知道多少万 然后 可是 其实 但我觉得还 我觉得蛮可爱的是 就问说 那些女生 那你钱 你有没有在身上 好 那女生就会很老实说 哎 我没有拿钱 我钱都寄在那个 那个 那个业者那边 然后希望他帮我把钱 汇回越南 给家人 然后就东问西问 就说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帮你汇 就发现没有 就等于他被对方 扣了一两百万 哇 那那这边就很开心 就说所以他扣你的钱 那就找到 那个人口贩运的证据 说好 我们帮你要 把钱要回来 那就是我们希望 那他们就非常很正直 很热心的说 那我们来 就那个 其实两边的 那个互动 那个为权利是一直在转移 在转移 然后女生就说 啊 可以哦 那个钱不见可以要回来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 所以我们做这个 是不会被罚咯 所以是罚那个头头咯 就是女生也会很害 其实女生们不太愿意说 是怕说 因为可能在他母国 就是从事这样的性工作的话 通常是性工作者会被罚 嗯 所以台湾不会罚性工作者咯 是罚那个 性工作者的那个业者 所以他们就后来间就觉得很放松 就觉得还好还好 只在睡宿 嗯 对 是有这样 另外其实是还有很多 是因为 我觉得其实疫情后 真的比较放松 然后大家也蛮配合 抓到就抓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疫情初期 真的就是有很多 包括 做工地的 就有很多很 很惨的案子 受伤啊 或者什么 然后他们就会 觉得 嗯 很倒霉啊 为什么会被抓 那个 我好不容易过来赚钱等等 会哭诉 然后会讲很多很多 他家里的各种惨况 可是 后来疫情后来 你会发现 他们也不太需要讲 他们就说 哦 原本没了 结束了 我可以回去 就这样 我不太知道 是不是因为跟越南经济状况 也好转有关 他们会觉得 也差不多了 我在台湾也流浪够久了 可能两三年三四年 或甚至有的十几年 他可以在台湾 非法身份 可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 我那个真的是蛮厉害的 对很厉害 也差不多该离开 嗯 嗯 OK 所以这当然会跟整个疫情的环境 是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在里面也可以看到 那个态度的转变 这都得要很近身的去接触 才会发现 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面 也让我们看到 哎 好像 我们好像都很容易刻板化去看都是 但是其实每一个里头 在不同情境里面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反应 那这让你做的是一个司法同意 那我们知道语言 它是一个沟通的工具 但是其实语言本身 也会是一个权力的工具 那你会用想要用这种通义这件事情去改变什么吗 或者是要去影响什么吗 那你其实也是文字书写的工作者 就是你也是一个作家 那其实文字本身也是充满各式各样的力量 所以你透过文字也好 透过这个司法同意也好 你会透过希望这样的一种媒介或是这种媒财 来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或是让我们对这样的一群人 或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样貌 有什么想要改观的一种目的或是想法吗 我刚开始当司法通议 我的动机或是我的目标非常的单纯 就是我在现场 我帮那些不会讲中文的人 传达他们的心意 让这个案情不要有太多 因为沟通上的误会而加重 比如说经济加重或什么 我那时候非常单纯 就是我就帮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个人我亲眼看到的我才帮 我没见过我没办法 然后后来是因为 有朋友就叫我说可以书写 可以把我看到的内容把它写出来 其实我一开始是抗拒的 因为毕竟司法侦查不公开 虽然案件结了之后 你可以查到判决书 其实是可以说了 可是现场会牵涉到执法人员的互动 就是说你还是要考虑到人家的专业的形象 然后你也知道 你也不知道说出来 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我这个人是比较谨慎 但后来我还是想要稍微写一下 是因为那我的预设读者 可能我写了 后来我写了一本书 叫我当司法同意的日子 我的预设读者 是我希望家里有请 外界老公的雇主 如果他们但凡 想要理解的话 他们可以看找到一本 写的比较软 然后比较简明或简白的一本书 去说这些老公的处境 然后可以让两边可以沟通 所以当然如果你本来就是重度阅读 或是你本来就很有学术训练 你可以看比较复杂的报道 比如说那个移工的地下社会 你可以看比较难 比较厚的数 可是我会想要给那种平常 本来他们可能有 就是你知道台湾的雇主 大部分来说还是有一些 就是你知道台湾毕竟还是一个 比较温柔的社会 所以雇主 在一个普通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有作为好人的 基本的善良 所以他们如果再不为难他们的情况 他们也是愿意想要了解 他家里的员工的 所以我很开心 是后来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之后 我有很多平常没看书的读者 原来是好好看 我多久没看书 是真的很好 我翻了你的书之后 我就看不停 我就很开心 我的国中同学啊 什么就是你知道他们是 你知道进入社会之后 你就会忙碌到 没办法再看 因为你不是那种文艺青年 可以一直看书的那种 他们就说 我不看书的人 我在看 原来事情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是想要 如果真的要非得书写的话 就是要沟通某一个群体之间 或某个阶层里面的 那个群体的内部 可以让他们去看 然后我觉得我收到的回馈是 是有意思 我喜欢 我觉得好 对我就是要写给你看 就是这样 目的达成 对 但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不会再写类似的 我如果要的话 我可能会想要创作剧情片 或者是小说 就比较想要写的 比较复杂的移民的社群的图像 这本书真的是很好看 其实我们也访问过 坚友达 就是那个移工的地下社会 这本书 就是你可以去 我们听众或是观众 把这两本书拿起来对照 虽然谈的是主题很类似 但是那个书写的方式 跟阅读的感受是比较不一样 然后罗老师的其实他的文字也非常的好 就是我其实看完这本书 我立刻去找到迪达安康 就是你也参与的写作 还有越南现代小说选 就是你去做选集的 这几本跟越南有关的书 其实我觉得就会让我一口气 然后赶快把它的书照来看 然后把它读完 那我蛮推荐大家 这几本书都可以一起来看 可以让我们对越南 或是对移民这件事情 从越南来到台湾的移民 其实是会有更多的了解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抵达安康这本书 其实就是在谈越南到台湾移民 你刚刚也可以要说 您的父亲跟你也是从越南过来的 可以谈一下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来台湾 然后到台湾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你们也一样是住在台北的安康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 或者是住的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呢 因为以前越南有战争 然后越南是被分成南越跟北越 那么南越共和国是跟中华民国是有邦交的 那是很久以前 但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 然后后来1975年越南越战结束后 那等于越南统一 就是大家现在去旅行 就会觉得哇越南就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国家 然后很好玩 然后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可是其实对某一群人来说 就是带着就是我们就是被打败 我是说南越共和国的人 那很多人是逃到了美国加拿大 或者甚至是坐船偷渡在海上漂流 那然后去香港 菲律宾去泰国然后再转到第三国 申请政治庇护转到第三国 那么可是因为台湾跟中华民国那当时跟南越共和国有邦交 所以台湾政府是会撤侨 就撤具有中华民国身份的侨民 那个中华民国包含以前在 1949以前的中国大陆的 就是当时还是中华民国的国土的身份证也算 所以就会有一群人 他们本来就1949的那段时间就辗转 因为有些1949很多人来台湾嘛 外省人来台湾 可是有些人是没有来台湾 是走那个陆路边境 比如穿过辽国柬埔寨 然后再来到越南 或直接穿过从云南来到越南 所以是有很多华人或华侨 然后来到越南 就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来 是从中南半岛这边再移民到台湾来的 对 所以本来就本来想说 那就留在越南好了 就是安居了 谁知道又共产党就是又来一次 那所以这些人就希望可以撤侨 那最后撤当然就撤来台湾 那台湾有一个专案叫仁德专案 那就透 其实台湾政府也没办法出面撤侨 所以透过红十字会去执行 可能一年大概接一两百人 就很漫长 从1975一直到 九零年代 一九九一九二九三 一直陆续的把人 接回台湾 那我们这群人就被称为华侨 那 当时 你 就是会 会 放在高雄 或者是 如果来台北 学来台北的话 那政府会暂时安置在安康社区 安康社区在木栅 它是一个很大型的平宅 国家住宅 然后里面其实有很多农民啊 老农民或者是单亲家庭 或者是低收入户 都可以生台湾人都可以入住 然后就会有一部分人是从越南来的难民 或中南半岛包括柬埔寨辽国 我们就是可以找工作 然后 所以就搬出去租房子 因为那时候安康社区的那个 那个空房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 这个身份的查核就会越来越近 否则以前你知道来 然后就让你进去住 那我们就住在木栅周围 因为亲戚都在附近嘛 所以木栅等于有一点点像是一个 有越南应该不只是越南 是越南辽国柬埔寨的移民的一个群体 住在那里 就是住得很散啦 它没有像中永和的那个缅甸街 华兴街 就很密集的 很明确的一条街 没有木栅很散 就是散到非常零散 其实不会没有人跟你去指认哪里有越南店 其实你不太会意识到这个群体的存在 我自己其实读世心也读政大 然后我在看抵达安康这本书的时候 就看到张正写的推荐序 我发现我跟他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常常经过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的有些老师也都住在中顺街 所以我们也常常去老师家 然后我从来不知道那个地方 原来有这么多的东南亚的移民 在早期就已经到台湾来 然后那本书其实我也蛮推荐大家看的 就是虽然这个刚刚谈到 是一个比较散的地方 但是那本书有把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角色 让我们看到早期的越南移民 他在台湾生存生活的样貌 到底是什么 当然包括罗老师也在里面有写了一篇文章 来去谈这一样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一个移民的经验在下 特别是从越南过来 然后也带着越南的 越南语的司法同意 这样的一个经验 对您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让你怎么去看待这些移居者 或是怎么去看待这些所谓的讨逸外劳 或是非法无证的移工的这样角色 因为我移民过来嘛 那我也经过一个很 其实好啦 其实没有很困难 我不知道 我学中文还蛮 我觉得没有很 对我来说 但对我其他同年龄的移民小朋友来说 却很困难 我会讲越南话 然后又会讲中文 会讲广东话 然后我也大概知道移民很艰苦 你看我爸妈 所以你工作很低一心 然后你 你讲的话 早期你一开口 你讲话有口音 然后人家就说 你是越南来的 就是 也不是越南 你是越南来的 就是他故意模仿口音 然后所以我们会 其实移民权会变得很 移民的人会很低调 就不太 就跟台湾人交 就是做朋友都会比较谨慎 或甚至就是有人就是活在安康的世界面 是不太会有其他的本地人的朋友 然后后来移民工就来了很多 我就本来会想说 那个我可以帮帮忙翻译 但其实不太会有人去问说 义文你会讲越南话很厉害 没有 其实通常我们就只要努力学英文跟日文 然后我也因为你本身从小学的越南话 好像没有用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对 但是还好有这个角色 这反而发挥了某种的功能 其实其实没有 没有人觉得你需要越南话 对 但什么时候突然间 发现有用呢 其实哪怕是以前我跟张胜去当翻译 其实也还好 就是也只有四方报那种奇怪的报纸 否则一般主流来说 其实也没人会问越南该干嘛 但其实还好是因为 差不多我去开始要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社会氛围也还没有 未必觉得越南是重要 看疫情 疫情改变了一切 然后还有美中贸易在 供应链转移 然后大家忽然间发现说 哇哦 所以我们需要有东南亚语的人才 或是需要有东南亚语的人 不是人才 来帮忙一下 然后好像当然一部分部分是因为 台湾社会越来越好 然后因为台湾政府也知道说 我们要重视两全公约 所以我们在抓到外籍老公的时候 我们要配翻译 所以种种各种因缘 就差不多在2019以后 这个情势就会反转 然后大家才知道 我们很需要东南亚语的翻译 然后我们要开始重视 东南亚的市场 或者是我们的供应链要转到东南亚去 所以东南亚的经济在起飞了 然后这个社会才开始对东南亚另眼相待 然后 哇 你就刚好 我就刚好去做这个工作 然后台湾也进到一个老化的社会 然后非常需要东南亚的劳力人口 工地啦 尤其是家庭看护 你知道台湾非常意识到自己非常需要看护 是什么时候 就是疫情 然后医院封锁的非常严格 那你普通的家人 你要上班 你没办法 以前还可以轮流去探视 后来医院不准轮流探视 你掏钱 你也要掏钱 妈妈找到一个非法的 因为合法很难找 找到一个非法的看护 等于帮跟你的家人 就是被生病的家人 关在医院 软禁在医院里面 24小时 帮你看着你的家人 对 那时候你才意识到 哇 所以你非常需要有人帮你照顾 生病的老人家 你需要有人在工厂帮你切割鸡肉或牛肉 然后你需要有人在工地帮你盖 我不知道为什么疫情期间 台湾工地到处 就是房屋买卖非常的活弱 然后工地一直就是大楼一直盖一直盖 然后非常非常的缺工 对 然后所以 那个社会快开始才意识 在对东南亚的观感改变了 而且用一种很就是非常复杂的心情在看待东南亚 然后我才觉得 哦 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用处 就是我会找个人的话 我只是纯粹真的希望说让两边不要误会 对这就是你刚刚谈说为什么要做翻译这件事情 这个把事实呈现出来它就是一种力量 让大家可以了解彼此 它才能够减少这沟通上面的误解 那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问题跟解决问题 这个看起来不见得是我一定要做什么改变 但是我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讲清楚 那其实大家知道之后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包括 你在这种所谓的翻译或是书写的部分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 可能您刚刚提到是一个疫情的关系 可是我自己在20多年前 在跟刚刚也提到说 我跟这个永和射 大家开的门课认识东南亚 当时我们就是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那什么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 我们会有大量的人要去东南亚 然后也看到很多东南亚的朋友 在这边来协助我们的家庭 或者是就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部分 那怎么可以不认识东南亚呢 所以这个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基本要认识 只是有点晚 但是应该还不太迟 就是本来就要去对东南亚有更多的认识 跟这个了解 那我们今天谈的主軸 好像都是在这个司法同意的部分 可是其实您的本职本业是要成为一个文学家 小作家是要去写作 那当时你为什么会去走 想要去决定要做写作这件事情 然后要读这个文学 好像您本身也是研究红楼梦 哇这个其实在台湾可能 古典文学在台湾可能也不太 有太多的人会真正感兴趣 为什么会走向文学 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一些这些作家呢 其实我小时候 我不知道耶 其实我没有别的娱乐 就是在越南或在台湾 也没什么娱乐 你就只能看书 然后老师们都会觉得 你很适合念文学系 就是说我在越南 那些老师们就会期待说 以后你去念越南文学系 我来台湾之后 那些我的国文老师就说 以后你决定去念中文系 就他们都会预期 我去念中文系 我说我干嘛要念中文系 无聊 但没办法 后来我还真的念到中文系 我觉得念文学还是很有趣的 那是他是对个人来说 现实上来说 找工作确实很难 我也没有特别去鼓励我学生去读 我还要你斜杠了 所以你要斜杠 他们写得很辛苦 但既然已经走这条路 也不算后悔 所以那要写作 可是我碰到一个难题 就是说 我想要写长篇小说 可是长篇小说 你要对人情事故很通 可是因为我的生活 一直非常的单纯 我不太知道人情事故 但也有可能跟移民 移民有关 我不太知道 就是你在跟台湾人或台湾朋友聊天 早期 你不太知道 大家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就是文化预设会不一样 那 然后其实比如说你跟台湾男生谈恋爱 你也不太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因为你会想 就是你的恋爱观或什么之类的 是没有更新 所以我决定要出来当志工也好 或者是当司法通议也好 或斜杠 我是想要多认识这个世界 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然后每个人在想什么 然后我以后可以写出好的作品 所以才会去努力的当司法通议 因为我的老师都在笑说 人家都十一二点的案件 人家都不接 因为姐妹们都有结婚 有家庭 他们都不出门了 然后就你来接 我说对对对 你们有什么扫荡的计划 没关系的 我十一点十二点 我都可以出门 因为我非常需要去看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是怎么回事 那司法通议刚好提供 我有一个位置 去看 去看人的喜怒哀乐 那我会蛮珍惜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就慢慢的 也觉得自己有慢慢的在成长 有在进步 有稍微懂一点点人情事故 这让这个能不能做出好的作品 除了天分之外 生活经验历练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想经过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会有很多 包括是你自己的移民经验 或是在做这些司法统议 那种看到 这种所谓的各式各样的人情事故 各式各样的这种真实的事件 我觉得那个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 那后来您最近也出版了 越南现代小说选 那为什么会出版这样的一本书 然后你是主要的编辑者 这个选集者 为什么会选出这些文章 希望透过这些书 这些文章来告诉台湾 什么样的一个越南的样貌吗 是 其实一样 我仍然还是关心的是移民工跟移民 那我觉得台湾其实欠缺对 东南亚的深度的理解 因为无论你家里的员工是如何 或者是你家里的 就是家里有一个媳妇啊 或者太太来自东南亚 然后那你就算你家里没有 你要去做生意 你做生意的话 你要理解人家的社会文化 不然你就会像台塑的那个炼钢厂 公关的严重的失误 那我什么都不擅长 我只擅长文学 那我是想介绍越南文学给台湾读者 但凡一旦有人想要理解更深 那就可以去看这本书 因为一个文学是承载了某一个文化的灵魂嘛 那另外一个我的私心是 我要编这本书是给我的新二代的学生 我在大学面教书 我已经开始教了好几年 我已经开始碰到新二代 上了我的课之后才悄悄跟我说 老师我跟你说 我妈是越南的 我自己会遇到很多同学都是偷偷的 我都不太 我不知道我妈的越南名字是什么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他们家庭是破裂的 他妈妈是一走了之 他说老师你不要问 我已经不在乎了 那个找不找到妈妈无所 我真的不在乎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新二代有会有很多的彷徨跟创伤 或者是有一个干脆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的台湾小孩 那一个很你就是完全认不出他有另外一个血统或另外一个文化背景 他就真的就是很台的孩子 这没什么问题 可能如果有那些对自己的另外一半的身世有点彷徨不安 他们要去哪里用什么管道去理解他的母亲 无论他母亲在或是已经跑掉的 他要怎么去理解他自己的另外一半 那我觉得我把这本书编出来了 我摆在那边 无论是图书馆也好 书店也好 哪一天你需要理解 想要找到 想要知道更多 你可以从这本书做一个起点 然后开始去追溯妈妈那边的根源 会不会对你的生命有帮助 或对你的生命的深邃度 或对你在这个世界的安顿有所帮助 我觉得应该有吧 我觉得文学的作用是间接的 但还是有 至少开始了解吧 至少开始认识这很重要啊 对啊 我们很多的 不然他们对太难过了 对 所以其实写这本书 你还是有很深沉的那种责任感 通通的吧 期待吧 那先许有些学生会说 对老师 你这本一出来 我马上有找来看 我觉得好好看 然后我 所以我发现 那个我的越南语 就是 有些小朋友会有学越南语 有的不会 但有的完全就不想提起 妈妈 有很多各种类型都有 对 那台湾观众 或无论你要做生意 你要看 读者 要看 我觉得都非常 我非常开心 是 两边越了解越好 你才决策才不会失误 没错 我私心是要给我的新二代的学生 我也会来推荐给我们新二代的同学 让他们好好的有机会来读这样的一本书 今天非常谢谢罗老师 我要再讲一下 我会做这个结果 就是把三本书都看完 然后 我当时把通议的日子就是如果你想要去了解 在这些所谓的现场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抵达安康 你可以就看到在早期的从东南亚来的这些移民 跟的中华民国政府来的这些人 他们事实上居住的环境 以及他们所面临到的生活困境 那其实都蛮蛮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些很真实的故事 那越南现在小说选 当然就是我们罗老师特别选的几本 就是几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包括越南农村 或者是越南的女性等等的这些 他们很重要故事 那雷姨姐是一个减少误会跟冲突 非常重要的开始 非常谢谢这个罗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谢谢 谢谢罗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